骑在桥上路边停着一辆机车 突然间路过的三辆车也停下来撞成一团 现场有好多张纸散落在地 仔细看竟然是白花花的钞票 原来遭撞的骑士就是因为看到钱紧急刹车 没想到酿成车祸 镜头转到桥下前沿大潮随风飘 有驾驶看到也赶快把车停在路边 惊险穿梭车阵帮忙捡钱 当时这名工程行的老板就从这里要上桥 没想乱在路途中他的钱却全部飞走了 不少民众见状都赶紧帮忙捡钱 看到他们在捡好像钞票 后来我下车去捡 大概捡多少 16张 那么多人一直在往马路中间冲 还发现是那个千元紫钞 我们这边下桥路端的十个桥上也有人在捡 那我个人的部分大概捡的快一万块 也是集中交给警察这样子 事发就在四号下午万华光复桥 当时正值下班尖峰时刻 原来前的主人是水电工程行老板 当天他先到新庄的银行领了四十万要发薪水 接着到台北市中正区查看工地进度 之后要回到树林的公司 没想到在经过万华的光复桥时 因为侧背包拉链没拉好 现金通通飞走 尽管当下十几个人帮忙捡钱 却只捡回二十多万元 天空下起钞票雨不少人停下脚步帮忙 最后捡回了一半的现金 不过警方提醒若路边捡到钱 没有归还 小薪会涉犯侵占罪 提供选王金的苏佩宇台北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